怎麼樣把那個Database裡面的資料抓回來 其實特別注意 我這邊可以用一個叫 就是那個什麼 Android的那個Device的Monitor OK 它這個工具裡面有一個叫File Explorer 檔案的總管吧 它可以去抓到你現在模擬器裡面 正在執行的裡面的那個就是App 它到底產生哪些檔案的相關的東西 你也可以全部把它Get回來 那怎麼樣把它叫出來 其實非常簡單 它的位置是在這裡 這邊有個小綠人有沒有 它的位置在這裡 它叫做Android的那個Device Monitor 就這個 這個小綠人 旁邊這個SDK 這個是AVD 它就放這裡 這個小綠人 那你把它點擊開來之後的話 它就會跳出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模擬 這樣的一個畫面 實際上 這邊底下就是它的Memory裡面 正在被執行的相關的App 裡面當然有一些系統的App 那也有我們剛剛產生的App 也會在這裡面 也會在這裡面 那如果說我剛剛 我剛剛 這個在這裡 SycleLite 1 這個 它的套件名稱 加上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 這個這個 那個 Activity 名稱 那如果說我想要知道說我的DataBase 放的位置 特別主要 你可以點擊右邊這邊 有一個File Explorer 然後它的位置基本上 可能要稍微熟悉 第一個就是在Data Data裡面還有一個Data Data裡面的Data 那裡面往下找它的套件名稱在這裡 那你把它展開來這邊就個DataBase有沒有 所以你的DataBase在這裡 OK Data裡面的Data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還蠻有趣的現象 也就是說其實你的手機裡面 都會有很多的DataB 所以其實很多的記錄都放在這裡面 而且是沒有保護的狀態 所以其實早期的 不過4點X以後的版本 好像有慢慢有做一些保護 但是還是保護的不周詳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一個人的秘密的話 你可以把這些全部都Get回來 因為裡面包含它所有的 使用的記錄跟通聯記錄 跟所有的記錄 都在手機裡面 你只要去找一下.db的檔案 不過有一些App 就是設計商比較聰明 他會把它那個名 就是負檔名改掉 但如果沒有改掉 或許我們可以 那怎麼抓回來 其實你可以點擊它 這邊上面右上角有什麼 就是Pool 把它抓到哪裡呢 比如可以把它抓到桌面上 我就把它Pool出來之後有沒有 可以把它儲存 它就抓回來了 OK 當然呢 另外還有一招有沒有 你可以把檔案丟進去啦 它可以兩邊可以通訊 所以之前 比如說安裝一些那個 APK檔到模擬器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就是把它Pool 我丟過APK 它可以在模擬器裡面安裝 APK檔案 大概就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可以透過一個什麼 透過一個那個 像我這邊是抓了一個叫 SQLvite database browser 那這個軟體是免費的 而且你很容易找到了 網路上找一下 或者是說到我的補充資源裡面 有一個叫SQLvite browser 那你只要怎麼樣呢 把它開起來 或者拖拉過來 你可以看到剛剛的table有沒有 123個欄位 它的這個type有沒有 資料型態 那另外你也可以在這邊 Execute SQL 可以在這邊下Execute 那個SQL語法 可以做練習 那這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無所遁形 那table裡面的資料 我剛剛有新增一些資料 通通在這裡 一覽無遺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structure 結構 跟裡面的檔案 你可以看到它有哪些table 然後可以Execute 你的那個 有沒有SQL OK 所以大概這個部分應該沒問題 反正 甚至你可以找找看你手機裡面 你把你那個手機插上去 也可以用Filesport去找 也可以抓回來 OK 有興趣的話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其實這裡面是有很多漏洞 可是不完全補上 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 它實際上是一個實體的存在 0.db的檔案 所以 這裡面的話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抓回來 有時候其實 這個database 也可以預先把它載入進 你可以先產生之後 把它抓出來 再做看其他用途 OK 那中午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午的話 再來看那個SQL Lite 2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一樣是insert 一樣是select 把它查 不過這邊有個查詢系統 所以你可以 再來搭配什麼網路上面 再把網路上的資料 放到SQL Lite database 再從database 再放到 Race View 所以其實我們前面做的動作 都可以把它加進來 如果你有需要暫時存放資料的需求 都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嗯 好